5月29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办的《宗教界人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体验活动》 在孔子的诞生地山东区富尼山举行《传统文化金融宗教专题论坛》 在论坛发言及接受记者采访时,宗教界代表人士谈论了宗教与传统文化相关话题 中国五大宗教代表人士表示,不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 都成长发展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当中 推进宗教中国化,要注重与传统文化的连结 吸收进阵其中有一养分 中华文化的主流,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多元共存,这是互相借鉴和包容 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基因和性格 福教传统中国以后,那么这两千多年来 它实际上这个本土化,就是中国化的进程,是不断地在更新的 所以我一直抢了一个观念说,就福教的中国化,它不是一个静态的 它没有完成时,它一定是动态的,是永远在路上的 中国的文化,它将就和,它将就要包容 我们呢,中国的东方文化是上善若随 它要学水的德行,它要利养万物 这个随时利养万物 同时,这个文化也是互相资荣 互相利养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王树狸表示 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民族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磨合中找到了可以相互借鉴的切入点 伊斯兰教文化的价值体系中 包含了许多与儒家文化可以相互融合的内容 深化这个儒家思想对伊斯兰教的这种尽润 我想呢,一个呢,是读书 要加大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氛围 那么再就是呢,在内地也要加大这种儒家思想的这种成分 是我们的年轻人一代 有能力正确的理解经典 运用经典 这样才能走向人类的大同 我们要在这方面必须要明确思想 就是我们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相适应 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育 来发展 来完善我们的信仰 刘元龙表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和其共生有重要影响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或终结的文明 其表现出来的天下大同和其共生和而不同 求同存异思想 是解决当今世界冲突和战争的根本途径 高明谈道 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 必须加强审许思想建设 加强基督教团体建设 加强基督教制度建设 加强基督教人才建设 使中国基督教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 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